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变成自己最后摸到的物品 有的人摸羊肉串变成了一只老鼠 有的人摸了耐克球鞋变成了刺客 更有甚者摸了一款软件 竟直接变成了谁也砍不死的存在 而前世的我虽摸到一把宝剑 获得了万剑归宗的能力 但无奈还是被顶尖人物像蚂蚁一样捏死 如今距离异化还有六个小时 重活一世的我决定去摸女人 为此我将目光看向了笑花周青林 只因上一世全球异化后 他不止一次的救了我 这也让我暗生情愫 但最终还是没能在一起 所以这一世就让我送你一份机缘吧 于是我拿出手机向班长发了一条短信 班长全世界马上发生一场大变异 信得过我的话 今晚凌晨手机保持开机 我会联系你 而班长在看到这条信息后只是以为我傻了 对此我也早有预料 但我相信晚上全球异变前班长一定会和自己联系 很快黑夜降临 我来到窗前望着这城市的月光 开始静静的等待异变的到来 随着手机上的时间变成12点 瞬间整个大地开始猛烈的震动一下 下一秒一道神秘的声音在全球所有人的耳畔响起 全球异化降临 从此刻开始 你们最后用双手触摸的一件物体将得到强化 并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 持续时间为24小时 当新的一天到来 异化结束 开始吧 这场伟大的盛宴 全球异化果然到了 这是机缘也是灾难 我要活下来 班长你应该也听到这阵声音了吧 你会想起我今天给你写的字 我一点都不着急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与此同时在得知这条信息已经公布 动物武器甚至博物馆的化石都成了所有人争抢的目标 而我这边也同时收到了班长周青龄发过来的消息 李青山 今天你白天留言的字什么意思 你早就知道今晚的事情会发生 看着周青龄发来的信息 我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明天晚上11点半见 我会告诉你触摸最优解 但仅限于你 消息记得删除 好的明天见 周青龄简单回复道 同时周青龄没有想到 这个经常被欺负的书呆子 竟然知道一些关于全球异能的隐情 一晃白天降临 整个城市因为争抢宝物和物资都陷入了瘫痪 但我对此却毫不在乎 这一切只要自己以后动动拳头就可以轻松给我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很快11点的时候 周青龄拿着家里人给的一块祖传宝玉准备来找我 他的哥哥周天罢有铁关系 跟着兄弟们去搞强大的野兽球 据说运气好 可以触摸到下山湖 而他的父亲打算触摸一柄收藏利捷 母亲则触摸一柄收藏的宝盗 路上周青龄心中嘀咕着 这李青山究竟有什么触摸最优解 还特地让我这大晚上的去他家里 还有一个小时 所有人寻求宝物的时间就截止了 李青山能够拿出比我这块祖传宝玉 更加优质的宝物出来 并且和我共享触摸吗 不知过了多久周青龄抱着一块宝玉来到了我家 李青山你喊我过来 有什么触摸最优解要告诉我 网上有很多博主以及大V都说 要触摸一些强大的生物 或者一些稀有的古物 以及现代化的强大器材 才能够获得强大的异能 你这里该不会有什么重宝吧 我摇了摇头 班长你看我家里像是有重宝的样子吧 那些重宝都被大人物掌握在手中 我们这些普通人哪里能得到呢 周青龄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 现在想找到一件像样的宝物确实都很困难 那你所讲的触摸最优解是什么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回复道 文言周青龄并没有懂我的意思 见状我并不着急讲出来 现在距离12点还有一段时间 等时间还剩最后五分钟的时候 我告知了班长这接触最优的就是人 而且必须是男人和女人 只要男人和女人彼此触摸之后 便可以获得一种名为阴阳的体质 可以修炼一些功法 再初期可能不如一些触摸其他物件的异能者 但是后期却是强大的存在 能够甩开所有人十条街 我的声音有些激昂 每一个字就好像一记中锤一般 砸在了周青龄的内心 他没想到 我竟然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说摸宝变强 可李青山他却想摸女人 而且这女人还不是别的女人 赫然是自己啊 青龄和我一起变得强大吧 我的声音带有莫名的诱惑力 周青龄是聪明的人 他心中思考到了很多东西 他有些确信我所言话语的真实性 班级上那么多女同学 为什么你偏偏选择我 因为班长你保护过我 我在这个世界上 能信的人就只有你了 我目光坚定 两人在谈话的时候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一下子变到了11点58分 班长 我知道你原本打算 触摸一块家族流传下来的古域 以此来获得强大的异能 但请你相信我 这古域并不是最优解 我才是你的触摸最优解 我的话信息量很大 让周青龄的内心猛的一颤 触摸家族古域这件事情 只有他的父母以及哥哥知晓 其他人并不知 而现在我却说了出来 这意味着我所讲内容 十有八九是真实的 你哥想要触摸一头白虎 你爸是一柄宝剑 你妈触摸一把宝刀 我持续抛出一些重要信息 持续攻破周青龄的心理防线 李青山他不仅知道 自己要触摸的物体是什么 就连自己的哥哥周天爸 甚至是自己父母要触摸什么 都一清二楚 这一刻周青龄 确信眼前的男人所讲全部为真 自己可以相信他的最优解 李青山那李青山 真没想到你居然知道这么多 我都有点看不透你了 现在已经五十九分了 看来我能够触摸的对象就只有你了 我信你一回 不过我认为触摸最优解 不是人的本身 而是周青龄看了一眼时间开口说道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有些微弱 青春好看的脸庞上 更是升起了一抹红云 聪明的他根据阴阳二字 在最后一刻领悟到了 触摸最优解是什么 什么意思 我内心一颤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心中产生 前世我只听说异性抵此触摸 能够获得阴阳体质 成为天地宠尽情修炼 但我根本就没有亲自尝试过 这么一想我呼吸不禁 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 看向周青龄的目光 更是变得热烈起来 接着周青龄青涩地告诉了 我两个关键词 分别是亚当与夏娃 亚当乃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 世界上第一个男人 而夏娃乃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 此刻周青龄抛出这两个关键词 其中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明白了 眼中爆发出一阵筋芒 最后一刻要到了 摸吧 周青龄脸颊红润 虽然这太突然 他心中有些不情愿 但是为了变强 为了在未来的乱世中立足 理智告诉周青龄该做些什么 于是在11点59分59秒的时候 我与周青龄两人相互触碰 下一秒零点到来 宛若桑中一般的声音 在全球生物的耳边响彻了起来 全球异化正式降临 所有人开始获得异能 这一刻蓝星上所有的人类 全部都获得了不同的异能 不仅是人类 就连一些动物也奇迹般获得了强大的异能 化为怪异猛兽 有鱼跃出水面宛若巨石 有鼠骨骼与身体膨胀 竟然变得和牛一般大小 有狗肌肉膨胀身躯挺拔 变成和人一样行走的直立怪物 有猴身体液化 竟然化为一滩水 与江河共存 整个蓝星全部都乱套了 开始有各种各样强烈的碰撞声音 在这片蓝星上响彻了起来 明亮的月光看着是那么诡异 此刻在房间外是乱糟糟的一片 时不时便有轰鸣声音响起 似乎有人在打架 时不时有咚咚的声音响起 似乎巨兽在行走 屋内气氛温热且怪异 周青龄和我都快速整理个自身上的衣物 李青山你真是混蛋 周青龄轻轻骂了一声 从小到大 他还是第一次被男人触碰到身体 在平时哪怕是和男人牵手 周青龄都是非常抗拒的 可刚刚竟然发生了 我沉默片刻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但我感觉到一种名为责任的无形东西 明显压在了我左右肩头 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完美不缺 一呼一息之间 都能够感受到血脉的热烈流淌 经脉间的周天运转很是神奇 班长放心吧 我会负责的 你要是负责就不会再叫我班长了 周青龄有些生气 竟抡起了欲拳 在我胸口上重重砸了一下 那该喊你什么 我话未出口 周青龄已经羞怒的说道 李青山你这混蛋 我这辈子都没有让男人看过和碰过身体 你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你要对我负责的话 你以后不能再称呼我为班长了 要称呼我为青龄 再跟我客套我会生气 还有我不允许你以后触碰其他女人的身子 未经我的允许 也不能触碰我的身子 我没有要和你谈恋爱 没有要和你成为男女朋友 所以你还要和我保持距离 今天的事情一定要保密 不能告诉别人 不然我会动手杀了你 我竖着耳朵认真听他讲完 然后重重点头 我会按照你说的话做 但此刻周青龄却疑惑地指了指窗户外说道 别人的异能似乎都能够造成大规模破坏 而自己这最优解 有些低调过头了 紧接着我告诉他阴阳体质可以修炼长生后 他直接呆住了 该说你是天才 还是该说你是疯子呢 不过获得阴阳体质后 该如何迈出第一个实质性的脚步 周青龄心中不解 随后我告诉了他一套练起心法口诀 截取天地间的灵气 运行于大小周天之中滋养身体 这些知识都是我在前世兰心壮当的修真世界后才明白的 紧接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 我俩正式踏入了练起一层 此刻周青龄走到窗口 看外面的动静 时不时可以看到有强大的异能者在打架 带来阵阵轰鸣声音 破坏许多建筑 世界乱套越来越危险了 接着他拿出手机 看到父母那边发来了多条关心安全的信息 周青龄一一回复 表示现在自己很安全 只不过异能出了点问题需要解决 等解决完了以后 他就会回去了 同时还得知哥哥周天爸已经触摸到了白虎 身体变得多 而且可以随时从人形变成异化后的强大武器 拥有惊人的破坏力 而他父亲触摸宝剑后 自身与宝剑融为了一体 达到了剑人合一的效果 在战斗的时候更是可以一念一动 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一笔巨解 与敌人进行战斗 而他母亲触摸宝刀后 自身与宝刀融为了一体 达到了刀人合一的效果 紧接着在接下来的几天 为了弥补阴阳体质前期太弱的缺点 我俩共同学习了一套龙虎拳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屋内全身啪啪作响 屋外的世界却已乱成一团 时不时便会爆发出一场激烈的战斗 造成小规模的破坏 与此同时在吉祥小区 每天欺负我的校爸上官 竟看着自己的父母 他感觉到一阵痛苦 因为自己的父亲上官巨博和母亲陈廷 在全球异化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起触摸了释迦摩尼佛像 他们为了这艺能筹备了一整天 联系了各路亲朋好友 但都没有好的物体可以触摸 最后信佛的陈廷 提出了触摸佛像的想法 家中这具佛像 是从祖父辈就开始传下来供奉的 说起来有将近200年的历史 母亲陈廷认为 他心有不甘 最后在母亲陈廷的耳旁风下 父亲上官巨博 选择一起触摸这释迦摩尼金佛像 陈廷触摸佛像 想要得到强大的异能 让整个家获得无数钱财 想要儿子成为人中龙凤 老公成为全球顶梁之柱 全家成为人上人 上官巨博触摸佛像 想要成为万万人之上 主宰世界 妻妾成群 而孙满堂 两人在触摸的时候 都将自己的野心欲望 在心中倾土给了佛像 夫妻协力 一起触摸 可全球异化到来的时候 这释迦摩尼佛像 竟得到了强化 并且与上官巨博 陈廷两人融为一体 上官竟亲眼看到 自己的父母身形变得扭曲起来 地堪人肉融为一体 并不断蠕动扭曲变换 直至最后两人合二为一 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这怪物身上长满各种金色的肉粮 和人一样长着两条手两条腿 不过手脚的形态却非常怪异 看起来粗长弯曲 没有线条纹纹 有的只有像刘一样的金色肉款 除此外 这怪物的脑袋是一个 巨大的不规则椭圆体 刺客眼珠子不规律的摆放 为什么会这样 上官竟抓着自己的脑袋 一副非常痛苦的模样 而上官巨博和陈廷的融合体 两人也是非常的痛苦 他们没想到 同时触摸一样物体 竟然会导致融合共生 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变成了怪物 儿子我好了啊 还想要吃东西 上官巨博痛苦地说道 他感觉鸡肠碌碌 陈廷也说道 儿啊我也好了 我想吃肉 上官竟然眼脸色阴沉 爸妈 冰箱里的食物都吃完了 我去外面买一些回来 原本他们家里冰箱 囤积了不少食物 可不知为何获得异谋 变成怪物的上官巨博和陈廷 两人食量变得很大 仅仅只是一天的时间 他们便将家里的食物给吃完了 并且身体变得更大了一坨 那肉球上的金色也更加的浓郁 但陈廷和上官巨博不满于此 他们还想吃 尤其是吃新鲜的肉 此刻的上官巨博和陈廷 两人虽然变成了 丑恶争鸣的怪物模样 但他们还保存着人的理智 上官巨博说道 儿啊 外面危险 到处都是打斗声音 你不要出去 父亲再忍忍 陈廷咽了咽口水 怪物的小嘴发出隆隆的声音 儿啊 母亲也可以再忍忍 等外面太平一些 你再出去找食物吧 上官进一双大拳 我得嘎吱作响 爸妈 我听你们的 现在先在家里躲一下 我一定会给你们搞来食物了 在屋内 我和周清凌两人 正修炼着龙虎拳 就在这时候 我俩的耳朵都动了一下 然后都看向了大厅的门口 获得阴阳体质的我俩 可以耳听八路牧师六房 我们一起上去看看情况 做好战斗准备 我双手笔划出一阵手势 向周清凌传递信息 旋即来到了门口 清凌你将门打开 若为敌 我直接一击龙虎拳 出其不意将他降服 周清凌点了点头 随着门迅速被打开 屋外正贴着门板的周天霸 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了一跳 周天霸向后倒退两步 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旁的周川雄 一式准备人剑合一 化身成为削铁如泥的宝剑 可就在门打开的一刹门 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脸庞 都愣了一下 周天霸低喝一声 你小子想干嘛 想打我吗 我则满脸无辜 收起了已经做好启事的龙虎拳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周清凌满脸的惊讶 他记得自己已经发短信 给父母哥哥都说了自己没事 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找上门来了 清凌 你没事就好 外面乱套了 爸爸担心你的安全 才和你哥一起来找你的 周清凌心头一暖说道 我没事的 不用担心我 接着周天霸目光变得犀利起来问道 清凌 你身上的衣服似乎是这小子的吧 你原本的衣服哪里去 周清凌有些躊躇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衣服是因为修炼七眼角的时候 被年绸杂志给搞脏掉了 可自己要怎么讲述出来 见状我赶忙将他们请到了房间里面 这时周川雄说道 孩子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文言我知道两人对自己有戒备 周清凌说道 大哥 清山是好人 我的异能和清山有关系 只有他才能够让我变得强大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周川雄和周天霸两人的脑海中冒出 清凌他该不会恋爱了吧 周天霸为人直白 直接说道 小子 你是不是耍了什么手 骗走了我们家清凌 你的异能是什么 跟我过两招 现在可没有医院可以医治了 说着的时候 周天霸还挥舞了一下自己手中的一双大拳 一副非常不好招惹的模样 我知道想要得到周天霸的认可 只有一条途径 那便是拳头够硬将他打负 现在周天霸刚获得异能 对其掌控还不是很熟练 而我的身体素质虽然弱一些 但我前世遗留下来的战斗经验是最宝贵的 是我战胜他的秘诀 你是清凌的哥哥 如果你想要和我切磋一下异能的话 我并不介意 可以试一下 我此话一出 没想到这周天霸为人不错 居然想要放水 但这也是周天霸 对自己实力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 获得异能后的周天霸 不仅拥有化身巨兽白虎的能力 而且自身身体被强化 即使不使用异能 周天霸有信心徒手撂倒十几个成年人 除此外 周天霸还担心自己化身巨兽白虎后 身形太过庞大 这个小客厅 赛不下自己的身躯 也不好施展开手脚 我得了便宜并不卖乖说道 谢谢 请赐教 玄机周青灵周川雄退到一旁 周天霸背负双手表情淡然 仿佛不将我放在眼里 而我左脚扎马步右脚化圆 双手握拳在胸口前方来回变换 功夫 这个词语 在周川雄和周天霸父子两人的脑海中同时出现 我此刻的动作 真的非常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功夫一样 带有威严极其自然 真不相信 这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能够做出来的动作 周天霸心中顿时来了兴趣 周青灵见我的启示 便知道这要使出龙虎拳了 这一招杀伤力很高 恐怕老哥要遭殃 周天霸现在一副敌不动我不动的模样 而我身体周围则形成了一股小型飓风 这可把周天霸周川雄等人给看待了 小心了 我滴喝一声 下一秒 我宛若一头猛虎一般飞射而出 紧接着一阵哭啸龙银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那虎啸声若大山崩塌 龙银声若惊雷乍响 令周天霸的身体狂震 持续震撼着他的感官 一旁的周川雄 表情更是失去了管理 一副震惊的模样 那震惊的张开的嘴巴 仿佛可以塞进去两个半的篮球 震惊的同时 他担忧自己儿子周天霸的生命安全 而周天霸看着那砸过来的龙虎之犬 心中吓了一大跳 几乎是出于求生本能般的 周天霸直接将自己的异能开启 只听一阵一搏破裂的声音响起 周天霸的身体闪烁过一抹白光 开始膨胀 并且疯狂扭曲 上边色泽鲜亮的白毛更是猛的疯涨 顷刻间周天霸转化为一只巨兽白虎 将周围的灯具沙发等都挤压到角落 巨兽白虎张开满是獠牙的大腿 武笑一声 整栋楼猛的一阵 无数房屋沙尘速速落下 好家伙 竟然不讲武德释放了一门 不过刚好 我的龙虎拳不用卸减 可以一拳轰到底 原本我留了一手 要卸掉龙虎拳的劲 让这场切磋点到为止 可现在看来 自己这一拳不轰出去不行